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美国专讯 美国仍然有同分这个问题存在 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发现 大约有7万8千名15至17岁的美国未成年人已分 究竟同分在美国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 下面是记者李艾林在洛杉矶报导 沙拉塔斯尼姆被逼给同龄的人更快成长 因为当她15岁的时候 她的父亲要她和一个28岁的男子结婚 塔斯尼姆用这个化名去保护自己的身份 她说她在精神上嫁给了这个男人 并且离开了自己的家庭 塔斯尼姆遭遇到美国并非有独油 塔斯尼姆遭遇在美国并非独油 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調查資料顯示 從2010年到2014年 大約有78,000名15歲至17歲的美國青少年說 他們已婚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海曼說 資料還顯示出同婚的另一面 使得美國和其他國家有分別 這項研究還顯示 美國印第安人和華裔美國人的子女 已婚人數較多 移民子女比美國出生的兒童 更有可能早婚 塔斯尼妹離婚前 和丈夫育有兩名子女 塔斯尼姆的子女已經長大 她現在37歲已經在婚 但這一切都來之不易 研究人員說 同婚受害者的故事 可能有助公眾了解早婚的影響 記者李艾琳、洛杉磯報道 美國有超過100間醫院正在使用虛擬實境 作為治療的方法 幫助患者患磨疼痛和焦慮等症狀 洛杉磯有一間醫院正在研究 將虛擬實境應用於數碼醫學 下面的記者李艾琳的報道 狼磋病患者隔離生活在痛苦當中 無憂子的痛楚是狼磋的症狀 狼磋是一種自身免疫性疾病 患者的免疫系統會攻擊自己的身體 她參加了一項研究了解怎樣的治療 虛擬實境會分散她對痛苦的注意力 當中教授的呼吸技巧也很有幫助 直達西來醫學中心負責醫院的 虛擬實境專案的胃腸病學家 布倫藍絲皮格爾華 虛擬實境不僅可以分散注意力 但虛擬實境會否令人上癮呢? 施皮格爾走出醫院 和健康協調等診所合作 運用虛擬實境技術 該診所有很多患有骨折疼痛的患者 我們不只是用它為拘捕方法 我們正在訓練我們的患者 在深呼吸和靈體訊息 Apride VR公司正在開發虛擬實境藥房 我們需要一大多種內容 因為我們有一大多種人 在健康協調 我們有從小孩到職業 計劃的目標是令患者 在虛擬實境中學習 如何使用他們的思想去面對和坐 並且在現實世界中重現這些技能 記者李艾林,洛杉基報導 多謝沙梯美國專訊 我是任敬陽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明天新鮮 下次見 感谢观看